我不能控制其他人的心思 在想要看自然痊愈 但我认为那种改变 黄历杰六岁时确诊自闭症 在新光学校念完小学和中学 中三中四时 他开始对生命科学感兴趣 在宝洁集团完成三个月的实习后 黄历杰在2021年7月的一个傍晚接到电话 通知他即将正式成为集团的一份子 我一直在心想要唸 我希望唸一声 但声音不会出现 我身上有很多拥有任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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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但是我会分享一个主要的主要 是我肯在身上有尤试险的能力 to能提供进予剧的推荐品 用搭剧加的保肥和折菲 我最近区域发现的 我认为一个人来业的手机 这种试险的侠值提供我回到 我当时达二重的地前在 巴黏医生 而我学习中的条件 或者或者是 学习新的技术 我发现了一个 的笑容我左右 工作我的工作是一场战斗 对工作人员的态度 因为有最后一件新的事情 如果我接受了一种改变 我的心态会准备 当我无论 我会转向同伙或优伴 我会常常签计 在什么会发生日后 或者在最好的情况下 我肯定要考慮前面 所以我能够准备心思考 後緣定性的ched間 像狮魯園 以对 并象徭 executed 某些东西 比起研究 我已经发展机 罩人 此一度 主书 不担心路 데으�亚 当时 dolor 去死 在P&G中,我会专注在科学中 但除了P&G,我会设计在科学中的角色 因为它曾经过我从我的孩子 我可以给你超过100理由 黄历杰十岁开始 在南洋艺术学院修读课程 如今 他在新加坡自闭镇资源中心属下的艺术学院 继续钻研美术 艺术学院也在今年十月初 为黄历杰举办个人画展 我根本不喜欢画张照片 我认为它很难为我复杂每个角色人的面团 我现在喜欢描述的概念并 被创造成的图案 被创造成的图案 或从我身边的图案 图案有自己的方法 在图案的图案 并不是人造成的 每一一种的图案是非常不同的 我认为了它们的图案 也不太能够认得更多 或是被拒绝了 我并不看自在图案的图案 但我并不看自在图案的图案 我看自在图案的图案 而我并不创造成的图案 只是行动我并不创造成的图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